燈台已經關了 燈台已經關了 好耶 抵達日本 然後其實這次就蠻緊張的是因為我要租機車環島這樣 然後我是在KK Day上面租的 不知道怎麼樣因為他沒有告訴我就是說要在哪邊會合 這是女生車的租車 哇 差了 結果真的找不到 就是這邊有個女生她幫我打電話問一下 哇 緊張 好啦 反正既然現在就要等那麼久 所以就來講一下就是說 這次為什麼會來沖繩 對 因為其實就是說 在去年的這個12月之後 去了大船 在沖大船走下來 然後那是我第一次的一個人的背包客旅遊 我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拍Vlog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說去年的12月那個時候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時候 真的是過了一年啊 好啦 OK 等一下隨便要騎到機車了 等我的接駁車來了 好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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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抵達了 我抵達了 魯夫海傑船欸 看一下看一下 草帽海傑船 我現在要抵達海人食堂了 噢 靠 超狼狽的 超狼狽的 我真的是快笑不出來了 吃東西 進去看一下 好 Go 這好像是他的那個招牌 好 現在我的海人洞已經來了 小小介紹一下這個海人洞好了 這個的話就是花枝 鮭魚 章魚 甚至蝦子 不知道什麼魚 鮭魚卵 海葡萄 然後我從來沒吃過海葡萄 沒什麼味道 但是它就是一顆一顆的 然後咬下去 沒什麼味道 一點點的腥味而已 大概就這樣 分量的話我覺得還可以 要敷一碗味噌湯啦 好 不管了 我要開始了 Go 好可惜喔 就是第一天這樣下雨 哇 天啊 接下來幾天的天氣就這樣 那我真的是往生 其實現在時間有點尷尬 我本來等一下是要去琉球村的 今天反正就是一些進度的delay啦 所以如果我現在去琉球村的話 有點浪費時間 主要是琉球村還有門票 所以就不可能進去 只進去半個小時而已 就會變成說 我現在去的話不太划算了 所以說我現在應該就是 等一下可能會去蝙蝠甲 狹角的那個甲 那邊滿美的 對啊 可能去那邊看一下 現在天氣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唉 好啦 OK 先這樣 哇 好想殺人 哇 哇 好大喔這裡 這邊是一個冰海公園 現在 現在我也不知道我能去哪裡 我就先走去那個殘破街看看好了 死上最狼狽的一次旅遊啊 真的是超狼狽 欸 我看到了 我看到燈塔了 看到那個編護甲的燈塔了 現在在這邊 這是沖繩本島 今天我是從這個地方 騎車其實騎到現在 今天會住在這邊 明天的話會這樣騎 其實騎上去 明天會住在這邊 接下來隔天的話 我會這樣騎 騎到那邊 但是我覺得 就今天 就今天現在這個 我覺得有點可怕啦 對啊 所以我在思考 我到底要不要環島了 如果天氣都這樣的話 我這樣子繼續騎 其實說真的沒有意義喔 我就只是來騎車的 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看天氣預報 是 都 降雨距離很低欸 唉 煩欸 然後現在還有一些事情很糗 就是 這個燈塔已經 燈塔已經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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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放開 哇 怎麼那麼可憐啊 大家笑吧 笑死我吧 盡情的取笑我吧 這個燈塔已經建造了 因為它們要搞錯了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